今年的Photokina都算有不少新機推出 而剛剛發表這部Olympus EPL8 雖然是十月才會正式推出 不過我就借到回來了 拿上手跟大家做一次開包裝的開箱文 介紹一下這部新機 EPL這個入門級系列 雖然已經有兩年沒有出新機 不過今次試隔離不再出這部EPL8 我覺得功能和規格都跟上代大同小異 都是用1600萬像素 只可以說是小改款 那部機器依然都是輕巧老時的 看來機身實在一部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上代也有的 我錄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機身 今次我借到這部 是橙色的紋皮 那機身看起來跟上代真的差不多了 不過DTEN位就好看得到 好像這個 橙色的紋皮上面 這個Olympus EPL8 這個紋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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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要都是一樣 不過呢 就多了一粒 拍片 鍵 那方便大家自拍的時候 都可以 自拍的時候可以 獨螢拍片 更方便 機身細細部 同 嘩